我们经常批评那些抱着孩子坐在前排的家长不负责任 但是坐在后排 有家长的怀抱情况会更好一些吗 这个9个月大的孩子在发生碰撞的瞬间 由于强烈的惯性力 这个体重8.9公斤的孩子会受到自身体重30倍的力 把他向前狠狠推出 再强壮的家长也没办法抱住孩子 他将撞击在前排座椅或者挡风玻璃上 如果家长抱着孩子坐在前排 孩子就成为了大人的人肉气囊 旁边这个大点的孩子系了安全带 不幸的是 适合成年人高度的安全带正好卡在他的脖子上 车速50公里每小时 紧急制动或者发生碰撞时 安全带会变成刀锋 直接勒断孩子的脖子 所以就算是成年人 在身高没有1米35的情况下 也需要坐增高垫来避免安全带勒脖子 除了颈部 头部胸部腹部等也会受到严重的伤害 在车速50公里每小时下 发生碰撞的瞬间 这个三岁大体重15公斤的孩子 头部胸部的瞬间加速度高达60到70倍的重力加速度 这种情况持续0.05秒 速度就相当于孩子从13楼跳下来 落地时的瞬间速度 他可能已经脑震荡 或者头骨骨折 肋骨可能已经断了